Piles 讲了选举 要关心一下我们的疫情 似乎都挺不尽 你觉得会不会封锁呢 我觉得某些城市可能会有这样的做法 就算我们BC省的首席卫生官Bonnie Henry 都说了他将权限放到每个地区性的卫生局 就是说如果他们觉得有需要 他们可以只是在区域颁布某个禁制令 来制止一些人 其实加拿大来说 疫情真的一直一直增加 好像本来我们希望到某个程度 那个Curve不是向上是向下 但现在好像就不是了 现在是慢慢向上 在BC省我们也增加了 BC省其实这几天都有200多单 就是一天有200多单到300多单的疫情 新的 还有我们的死亡人数也有增加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 原来看了报告 我们平均因为疫情而过生的人的年龄 平均年龄是84岁的 那就是我们真的熬不到的人 都是比较年长的人 可能抵抗力差一点 或者本身也有一些长期病患的症状在 所以才令到他们这样 年轻的就好像比较幸运 就是他感染了之后 他过一段时间休息也能够好 这个我们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如果你说好像法国那样 几万宗一天 而有很多年轻的都动了招之后 要住医院 结果是医院不好 这个我们真的很害怕 其实我们今天的数字也很高 今天有425宗 一天单日的BC省数字 至于我们的Toronto 都差不多1000宗 1998宗 而Ontario也是1,130多 就是Kewark? Kewark也有 по1,130多 Kewark通常比Ontario多 我想法裔人士就比較近接触 以及性情比较随和 就是看到人又冷冷咬咬咬 熱情一点 所以他们那裡 即我也猜 应该是疫情那個区域 比人数和多少人在那里是最高的 在加拿大 是 是 是 Pius 我们现在正在展望我们的Black Friday 也正在展望着圣诞节 现在疫情似乎又好像有些涨高 其实对经济又怎样看呢 就是会不会又会一个挫折呢 我们 我觉得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通常你的城市的经济不好 那些人少钱落袋 那他就会花少点钱 但是我刚刚和朋友有聊天 就是卖车和卖屋的都说很好景 甚至和距离比有个新高 那他说尤其那些二手车卖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那些人 你没工作没钱为什么去买车呢 有一个奇怪之处 但是原来我发觉是有两个大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疫情原因 很多人就怕搭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所以变成有时他说如果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我就去买 就是买辆车 就是安全一点 比如送小孩回学那些 都不用去逼巴士那些 因为除了有受感染的那个 还有我们这些叫做小数族裔人士 会不会搭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又会令到有些暴力冲突发生呢 因为有些人又不喜欢戴口罩 或者有些人对我们的有色人种 尤其是亚裔那些 会不会又因为那些疫情 在中国那边最先发延传过来 而对你有一个歧视的感觉呢 在言语上单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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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面也是不好 这个都是一个原因 那个原因我知道 就是原来是我们的利率 现在是有时而来这么低 深低 你知道现在的就是买了一些储户 现在可以做到1点多厘 1.9厘 1.8厘 那你说这个 即是大家同一间房子 你如果是一个三厘的同 1.9厘 或者5厘同1.9厘 差很远 你比租更便宜那些人就去买 但是HIS暂时而已 你买屋的东西不是说一次 你要分开有些想省钱 给少些手期 高成20多年 你现在就1.8 那你迟点可能就上回去 所以一时冲动 但是有两点你要注意 第一就是很多人都是想买屋的 就是供求仍然是比例 直至在温哥华是这样 就是仍然是很多人想置业的 那大家置业 现在我们的地产还不是一个 好像过往那么蓬勃 就是价钱还是偏低的 那如果你要买 你看到好像很多人去 那个活动很高 那你还不趁着他 没起之前快点入货 那这个是第一样 第二累了高的时候你拿了 还有未来几年大家估计的利率都是偏低的 那你拿了之后 拿了之后到时如果是过两年之后 那些地产升了 你到时卖出去就可以 就是你变成是买就笨的心态 所以这个活动是旺了的 但是主要的市场都是比较平价一些 就是那些住宅高楼的单位 或者是townhouse那些 早下屋排屋那样 就不是说你以前那些 过千万的豪宅 那些还是有价无市的 就是有市场摆出去 但是买多少都买不到 就是有些情况 但是那些平价那些 比如几十万一个宅宅那些 就应该是那个市场比较好 就是实在你是担心 我不知道一般的打工仔 一般市民 就肯定是你有份工 我才敢去买屋 因为我要做mortgage的 我要供楼的 没有份工就怎么供呢 所以我觉得温哥华 都是一些人是有钱的 有钱 有钱 你想想 你现在 还要是年底了 年底通常是大洗牌的 很多时候过了Christmas 就算没有这个Covid 就是一向都是有些 大洗牌的情况出现 就是大家都很害怕 保不住饭碗 但是都继续买房子 肯定那些妈妈爸爸很多钱 就是又买给子女 或者是本身是有些钱的 要不然怎么会 就是其实很害怕的 份工始终 我都觉得是有危机的 不过就 我相信也有些新移民过来 有很多人 听说都是在凑备回楼 或者某程度 就算不是全家都搬过来 都回来 放个落脚 尤其有些小朋友那些 他们本来想着 香港继续读书都没问题 但现在可能都想一想 会不会早点让那些小孩 过来这里 接受回这里的教育呢 都会有这种情况 我也有几个朋友 查询过这些事 就是这样 是的 我都听到很多朋友 是特别香港的 本身是加拿大人 他都趁着这段时间 都回流回来 这条住 回流都要找地方 很多 是越来越会 就算现在是香港的 都会在计划 特别有子女的那些都会回的 是的 还有我们的联邦政府 是不是说现在我们有个 就是准备了一个撤桥的措施 如果一晚有什么事 都会有这样的准备 听起来好像都挺恐慌的 30万人 怎么看呢 其实联邦政府还有一样 就是他就说因为疫情的原因 他以前是希望每一年 有超过30万的新移民过来的 但是过往一年两年 人数低了很多 因为疫情很多人 就算申请了都未必过来 或者是申请的步骤都停顿了 因为这些领事馆 那些都关闭了 所以联邦政府是希望以后 接下来的几年 就是每年将移民的人数 由预测的30万 希望提高到超过40万人 来彌补我们过往一两年 是少了人过来的 我觉得这个政策 如果是政府一推行 那就变成是可以容纳很多人 因为如果他期望你人数增加了这么多 每年多10万人 那你要想一想 政府是不是要放很多资源 来快速这样批 就是批民要快很多 才可以处理到这么多人数 那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过来 你想想 如果有40万人一年过来 那你想想40万人过来 可能这里都是有20万 或以上的家庭过来 那就是你每一年 在加拿大要用20多万新的家庭过来 就是20多万个单位 谷 车 各方面 那如果你一看加拿大 我们分布大部分的人 都是多很多温哥华为主的 因为大城市 然后凯特和凯特那边 这几个城市为主的 那大部分的 我想是超过可能85%或以上的人 都是聚居这些加拿大大城市 那情况之下 就是大家可能对加拿大 那个未来的经济的担心 可以门禍一些 因为暂时你找不到钱 政府会给你保助你 到了经济好时 那么多新人进来 带那么多钱 可能又会带往少少的经济 那所以我觉得就不用那么悲观 不用那么悲观 因为我们的温哥华 加拿大都是一个哭地 都是世界上好的权子 所以希望多些朋友 也是的 其实我们人口都是少的 因为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 就让我们认识多些的美国的州份 发现原来加州的人口 比全国的加拿大 比全国的加拿大 真是厉害 是不是 那你想想 全国加拿大只有3000多万 人家一个加州已经4000多万 哇 我们真的很少人 其实你说的经济好也挺难 因为你要人多 才会刺激到经济 不过已经多了很多人 比我以前刚刚来 和现在去比 已经多了很多人 这屋贵了很多 又越住越小了 已经 不可能再接受那么小了 不要住到香港 其实我觉得这个 亦是加拿大那个 不同的地方政府 或者联邦政府各方面 他们是一直的思维 还是想着我们是一个 比较追求 一个环境美化的成果 没有想过一个世界大都会 那些是一定要 要升高的 就是如果你看看 好像我们列治民 最高一层楼是多少 16层 最多是三多层 但是如果你去东京 香港那些 随时一栋楼多少层 就是100层 就是本身的密度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 就是 还是偏向 在世界大都会来说 都是比较 叫做小城市一点 那小城市 有小城市的好景 適宜居住 暂时享受 是 是 人多 又是另一样 不过 都是在展望 很多朋友 都会 现在很多香港人 都会 想着 究竟去加拿大好 还是去英国好 其实 很多人都还在想 因为他们会觉得 加拿大呢 无论是住的环境 治安 民生 都是比较和平 因为英国就是 大都会 英国就有很多个区 还有很多不同的 有色人种 没有色人种 什么人都有 总之就 就是 其实人多些 罪案又多些 这样 民生又或者 没那么 没那么平静 所以很多人都还在想 究竟我们移民去加拿大好 还是去英国 但是英国就很明显 就是你其实就不需要 有什么条件 拿着BNO 就已经可以去到 是 其实是这么看的 因为我也去欧洲 去过多少次 玩过 那我感觉 其实 英国因为是一个 比较古旧的城市 所以它的发展 在某方面 是残舊少少的 跟加拿大比 就是加拿大 美国是比较年轻的城市 就变成了 某些区域 各方面 和加拿大 的地方 大很多 跟英国比 人口 没那么密集 相信在加拿大 就是 叫做 谋生 就是 如果你觉得 我们大城市太贵 住宅太贵 你搬偏少少 可能 就是开车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那里已经便宜很多了 所以在那里我们是有很多空间去处理 但是英国来说 就是你如果住在一些比较差的区域 因为英国以前是同一轨的时候 就基本上任何人 在哪里都可以用当地的身份 就已经可以去到英国 就是开车 已经可以过Tunnel去英国 而在那里找工作各方面 我们说一下